台北有家医美诊所今年初遭到几名黑衣男子三天之内呢 连续闯入泼妻 经过半年的追查 警方抓到了自称是四海帮的帮派分子 他们说泼妻的原因是因为 大哥的老婆在这里整形整坏了 整形诊所才刚开门一夜 就突然闯进几名扼煞 一冲进门就泼妻 小护士根本来不及闪 吓得不停尖叫 诊所柜台到处是红白油漆 为什么要泼妻 是不是有什么纠纷 泼妻二煞就是这群年轻人 走在最前头的周姓祖贤 自称是四海帮海青塘直屎小弟 接连三天在台北市大安区的医美诊所 以及相关企业泼妻 吓得客人都不敢上门 他的女友跟医生里面的 跟诊所里面的医生有暧昧的关系 但是经我们调查 其中一个周姓犯贤 他有一次打电话到诊所里面的总机 询问相关医美的一些细节的时候 他觉得总机的小姐服务态度不佳 主贤说是因为老大的妻子到诊所诊行 没想到诊到失败才会连续泼妻泄愤 但警方查出诊所医师似乎跟帮派大哥的女人有暧昧关系 才会惹来报复 接连被泼妻 连护士被吓得要穿雨衣才会来上班 就是不想无望被波及 续新闻黄辰宇阿布斯台北采访报道 接连续新闻黄达